由于交易员担心中东燃料储存设施遭到了袭击可能会影响供应 本周油价触及7年多以来最高水平 经济学家担忧 此次原油价格上涨可能会进一步恶化通货膨胀 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 阿灵球首都阿布扎比连续发生油灌车爆炸和机场起火事件 夜门胡塞武装也声称 当天用5枚弹道导弹和数架5人机袭击了阿布扎比和迪拜机场 炼油厂和阿灵球的其他重要目标 出于对燃料存储的担忧 本周油价触及了7年多以来的最高水平 同时经济学家分析 油价飙升的另一个原因 是人们对于全球经济从冠状病毒大流行中迅速复苏的乐观情绪越来越高 因此增加了对原油的需求 出于对石油资源输出主要国家遭袭击的担忧 再加上对需求激增的预期 将价格吹至2014年10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作为国际油价基准的布伦特原油上涨了近1% 达到每桶87.22美元 美国的价格上涨幅度更大 西德克萨斯中置原油上涨了1.3% 每桶价格来到了84.89美元 高涨不下的原油价格 让民众担心石油成本的增加 会进一步加剧生活成本的压力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周二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白宫计划在全球经济增长的背景下 监控能源价格 必要时会与OPEC国家举行磋商 声明同事指出 美国会继续与原油产国和消费国合作 这些措施已经对价格产生了实际影响 我们仍然可以保留可解决能源价格问题的工具 中天中望 真理报道